昨天其实吴淑珍的律师林志忠 在法庭上面的辩护策略 其实跟这个马永诚跟林德逊的律师差不多 有关于国务基要费的部分呢 全部也推给城镇会 所以才要传城镇会来对职 推给城镇会主要是说 是城镇会自己公私款不分 就是做账的时候呢 公款跟私款混在一起 才会用到国务基要费 当成贬家的私人支出 都是城镇会的问题 这是他们主要的论点 所以昨天呢在法庭上面 律师也是这样讲 夫人主要是讲说 城镇会在保管这个机密费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机密费的 到底是公还是私的情形 要先分清楚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在夫人的理念里面 这个如果是公款 那我就不用啊 我就不要把至终的华单 也叫你去从这边去支嘛 所以呢吴淑珍的说法是说呢 他觉得他已经给了 城镇会这个私有的零用金 还有这公款是陈水扁给的 已经有公款跟私款了 那是城镇会自己分不清楚 把国务基要费拿去付了 陈志忠的罚单 他拿陈志忠的罚单给城镇会的时候 是要用城镇会用私款的那一部分去付的 但是城镇会说 他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拿过私款 他手上的钱通通都是公款 另外刚才大家也提到保险箱的部分 到底哪个保险箱大哪个保险箱小 这个事情呢 现在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回答 如果保险箱都还在原处的话 那就是马英九总统 就是因为呢 大家对于总统府的办公室非常非常好奇 加上因为最近常说这个总统府的办公室有什么 保险箱啊在呈现总统的时代 您就任之后 您曾经有在您的办公室看过保险箱吗 我这个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先答不过 我那办公室没有保险箱 呃 官邸也没有 我最近在想着也许应该放一个 哈哈哈哈 我最近在讲中我正在讲 更衣室是哪一间正在找 所以马总统现在正在查那个 整厨房间都是钱的更衣室在哪一间啊 正在搜索当中 不过此时此刻的总统办公室没有保险箱 此时此刻的总统官邸也没有保险箱 所以当时陈瑞扁在办公室用的保险箱 吴淑貞在官邸用的保险箱 在他们搬走之后也都一起搬走了 所以要比对哪一个保险箱大这件事情呢 此时此刻是没有办法比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吴淑貞律师刚才的这个说法 事情都是陈正慧搞出来的 他自己把公司款弄混了 这个事情能够取姓法官吗 我觉得还是有困难 因为毕竟陈正慧是一个会计出纳人员 对于国务基要费的使用 我觉得他应该在层级上没有去判断 特别是机密费的部分 那是总统能用 而且要有机密属性的 所以我认为把它推给陈正慧 到底谁有责任去分这个是公司啊 是公的还是私的 我觉得至少机密费的使用上 我认为总统 他应该要做 他使用上一个最起码最原始的判断 那至于说他这个判断 是不是正确合法 我觉得那个叫稽查单位 像什么会计长 应该会给予一些意见在里面 那我觉得其他那些什么盖章的 拿到单子的付钱的 我觉得那是真的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当然律师就 除了之前那个陈前总统律师 讲一个很 我到现在一直想要知道 你为了要怎么去把这个概念总结 叫做所有权移转 说陈正慧是 那一大堆积 然后把所有权移转给总统付钱 我就想不到这个观点 你中卫是要怎么去 有一个圆满的公款 就是陈正慧把公款当成私款 给了吴淑珍 而且他那时候说是他贪污 陈前总统律师说是陈正慧贪污 然后他把贪污的所有权移转 我这才devin 跟所有权移转 我就真的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把他 整个法律概念把它完整起来 那他同时也推给他 就是说你的专业判断有问题 就是说他某种程度说 把一个小小陈正慧 把他的功能 无限上纲到一个很大的层次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专业上 是说不太过去 那刚才我跟惠文在讨论说 像什么法乐企业中的法票 那张发票很经典 因为我记得以前那个 唯一被退的一张发票 被退 那张发票是因为 是陈前总统的家族聚餐 家族聚会 那时候那个会计长冯瑞 就跟他说一说 按照新的法律规定 你们家族的聚餐是属于 不应该在国务交费里面支出 这条法票 跟我们两个看有点争议 那时候陈前总统的律师团 用这张发票是做了很多的文章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国务交费里面三大属性里面 其实是有某种程度 有特别费的属性 那可以做什么 有人主张可以包 对 但这个东西 虽然只是一张发票 可是它背后代表很多 就是说在和销上面的 适用性的概念 那这很复杂 不过我补充一个小观念 我那时候也是听 这个律师界朋友讲说 陈正会有一次就讲到说 他民国73年 就去那个 陈前总统律师事务所工作 他说到初始要整整25年 然后他用一个 他比一个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 四分之一个世纪 他这样25年 他说四分之一个世纪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老板 从头到尾 我那个律师的朋友说 他看过陈正会最伤心 是讲说 这25年 这四分之一世纪 他说那个眼泪就 好大一刻一直留下来 其实我觉得 毕竟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 就是一份工作 那他的老板 一路也非防腾打 从一个律师 议员 立委到总统 市长总统 可是事实上 他的心智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单纯 就是一个很基层的 一个受薪的工作者 可是他 他没有办法 说随着他 他的组织的野心 然后他自己的那种 怎么样 一种胆势也跟着扩大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 他战战兢兢的过程 他一直做一些 他觉得很可疑的事情 对 我感觉他的律师 很不天良 他探这个吴淑貞的籍 然后这样子欺压一个 就是说一个小会计 你刚刚文家讲说 这籍向来认定 那个陈正会的那个庭上 说得很清楚 马永诚说 他都要清告主任 主任说 不是马永诚就是林德逊 这个报 这个不要报 这个报我们自己的 那陈隋炎在法庭上也说 我怎么知道呢 我是一个总统啊 我又不是一个会计呢 我怎么知道哪一笔钱可以报 哪一笔钱不能报啊 那通通都是他们底下的人弄的啊 意思是会计要负责 也把它推给那个陈正会 所以你给他看看说 他们家 他连那个厨师的钱 买菜钱差几千千 他就在负责 他就在负责 那陈正会也说一句经典名言 我如果公司不分的话 我怎么可能跟他二十几年 这个陈隋炎 他的艺术龙 这个陈隋炎 这陈隋炎 这陈隋炎 对 真败地 在家里的中破筛 他就要花钱 不清楚 所以结果又要换一个 更何况陈隋炎 是在算效的 要换钱的人 那你刚刚讲说 保险箱 他说总统府的保险箱 比官邸的保险箱还要大 每个月钱来的时候 阿典子就说 你真的拿多少来 有一次他拿过头 然后端节要发奖金 他说不够 才对官邸还换一百万来 这怎么清楚啊 你怎么会说是陈正会 陈正会主动要搬去 当然是你教他说 你把他换过来嘛 所以这个就 那刚刚马英九二讲说 官邸也没有保险箱 总统府也看不到保险箱 我想说他们保险箱 我想说他们保险箱搬走了 不是在扁扁扁 就是现在的家里 那他可能就 对啊 就看现在如果要查的话 他可能就是把那个小的变大 大的变小嘛 如果这个比较小 本来是在官邸 不不不不 这个是在官邸 这个比较大比较 这个是在官邸 这个比较小的总统府 所以我刚刚好 就是说 你要圆一个谎 刚刚沈医师讲说 陈正会一定不会反恐 是事实 因为真的 就以他的一个 这个small potato的一个角色 他要没材料去港口一千钱 又说他沽了这么大的钱 然后转移给这个吴淑貞 这个讲法讲得通吗 如果是叫做太极权 对 他这个钱 他有放在那里 五万给你 三万两万九 像那个蔡明哲 到底有啊 不过吴淑貞就要抬 要杀死他 你想想陈正会 他敢做这种事吗 事实上证明每一笔钱 包括陈志宗的 那个罚单 都要靠这个钱 包括会给陈志宗的那个 汇率的那个小小的手续费 也要这样子出 这个口是这个警方的人 那还有说 那天法官也问他说 那你们有没有请你的小孩 请客啊 代表你们请客啊 还有耶 陈志宗陈志宗陈志宇 还要代表他妈妈去请客 那个发票也拿来报啊 一言几言 迎接这个程度 所以你就是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 什么公款失款 陈正会说啊 马永诚说 所有的钱都叫总统的钱 你要知道什么是公款和失款 以他的职责 他真的没有那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职权去认定 这是什么钱 所以你就一匹钱拿下来 拿下来 拿下来说拿去就拿去 拿过头 不够再拿100万回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做事就是说 你现在要叫他远返 他没有办法远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子 他包括陈水扁叫他走的 只一咪咪咪咪 那现在连念南县专的那条级 也不是曾天日后的发票 现在也是吴书珍给了 所以我说吴书珍 他跟他昨天为什么听不下去 抓狂出去 再过去把人追回来 他就受不了 因为 所以他这是很彻底失败 他还要再想想 下个礼拜 你还要传马永诚吗 我觉得刚刚林志忠律师的 把我搞糊涂了 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听懂 我想我们观众恐怕有问题 我是不是借这个机会 我们大家一起来厘清一下 研究一下林志忠在讲什么 据我了解 国际要费是 有一部分是要发票 有一部分是不要发票 那不要发票 我们就不理了 对不对 那要发票的部分 以这个陈正慧的了解 都是公款 所以他说我没有失款 何来公私不分 但这个公私不分 是马永诚对他的控诉 对他的指控 也是吴书珍对他的指控 所以他说 我就是盖橡皮图章 不分的是你 但是陈正慧不这么认为 但是林律师是说 你应该要把这一批 这一笔需要发票的部分 再分成公款跟失款 而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是这样吗 不是 那里头 因为陈志忠的罚单支出的是 属于不要发票的 机密费的部分 所以刚才林志忠律师讲 是说吴书珍为什么会把 陈志忠的罚单交给陈正慧去报销 的原因是 吴书珍觉得已经给了他零用钱了 所以拿罚单给陈正慧的时候 陈正慧应该自己知道说 这是陈志忠的罚单 所以要分成 我给他的零用钱这部分去支付 而不要动用到 国务基要费的机密费 就是林志忠也相信了吴书珍 的确拨了一笔零用金给陈正慧 但是陈正慧完全否认 有这么一笔零用钱吗 但是吴书珍坚持他有给啊 完全否认 他说他拿到的都是公款 但是就是吴书珍说有 林志忠当然相信他的 不过我在解读 沈医师跟他说 就是说 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 像以陈志忠那张违规拔单来讲 就是说 因为他最后在起诉书中 是被列在机密费的项目里面支出 那 那个大律师的讲话可能是说 你陈正慧你哄哄哄哄哄 这张法票是你的专业判断的问题 这张法票你带去 机要费的那个部分 不是带去机密费 因为他们还在想 他带到机要费那个部分 会被推荐啊 可是至少 至少他有个模糊空间 就说 你的罚单变成机密 要找死 那放在机要费有争议 但至少他还有凹的空间 就是说 官邸的家用 官邸的官邸的家用 广义的官邸的家用 他要费这块 所以我判断搞不好 有这样的成分 就是说 是你陈正慧的判断 不对 应该是 冲于机要费 你要冲于机密费一边去 这是我解读分 所以你做这样做错了 让人家认为 这样推给陈正慧也不对 因为 他是出纳 出纳是最后 看何销做 我就是付钱的人 那这笔项目 在会计科目中 要在哪一个会计科目中支出 其实不是出纳的工作 他应该还有更前端的 要判断他的支出的属性是什么 所以你认为罚单可以到积药费吗 他想 他想 他想要这样 不是 不能在积药 他想要把它放到积药费 反正是不能在积密费 能不能在积药费 还有挥的空间 混水摸 李政府他也拿什么去補 他也给他水电池也拿去補 这个广义官邸的支出 他要跟你挥这块 所以陈正中的罚单 在积密费里头 没办法挥 因为他绝对不是机密 所以他也会想把它往到那个方向去弄 看有费的空间吗 但按照目前最新的规定 是没有费的空间 这些连续教育看不下去了 这个连续剧实在看不下去 越败越离谱 你说公款和失款公司不分 请问失款在哪里 没有失款 第一个 那有没有零用金 没有啊 不然你无数字拿证据 你什么时候给他零用金 从哪个户头拿出来 拿多少现金给他当零用金 第三个 陈志中的罚单 请问陈志中是不是公务员 不是啊 那陈志中是公务员 怎么一个非公务员 拿他自己的罚单 就叫公务员来报仗 这什么名堂啊 那再说 你说你住在官邸里面 通通用 就算公务员可以使用 这个我想 怎么说不过去 你陈志中你自己 这个开车有的罚单 你应该自己去交嘛 怎么还叫公务员帮你交 这叫什么名堂啊 所以越来越离破 再来 比如说陈志中也讲过 什么靠赏名册 阿丁都拿一样 对不对 不能是有权利改 也是他啊 至于说 很经典 也让人家觉得 实在是 好像脱费 竟然搞了一个名词 叫所有权移转 如果这样子 叫所有权移转 那我们台南还有罪吗 这没有罪啊 比如说有一个人 抢那个运造车 他说我前面只是打架 打架伤害罪嘛 对不对 后面是所有权移转 移转给我 对啊 所有权移转这不对 对啊 很多银行的掏空 什么贷款掏空 前面是因为伪造文书啊 后面是所有权移转 哪有侵占 没有侵占啊 实在是 因为所有权移转 没有错 是所有权移转 有合法跟非法的 你今天问的这个 是所有权移转 是非法的贪污式的所有权移转 用这个方式来拜 我是拜当 阿丁的律师 你最后就叫阿丁 阿丁的 阿丁的 自己搞不清楚 迷迷糊糊 所以犯了这个罪 请庭上重庆量刑 阿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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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去 你知道吗 那这个社会氛围 你一方面要假装 阿丁 他老婆 我有同理心 同情心 不然要叫他们 他们的媳妇 就跟他更金 大大 大家心情更好 你不需要 你在法庭上 很坦白的 依常理 跟大家讲说 我真的是犯错了 那我当时 也真的没有搞得很清楚 请庭上 重庆量刑 我想大家 基本上心情上 可以接受 如非 如不听着 你教孩子大小的 变成我们的媳妇 不可以了 好 谢谢广告